今天是新的一个工作室,周一,周一下午有半天的门阵 回顾一下今天门阵所处理的一些外耳道的线壁 下一步 有几个顶部块,比较干燥的 这是第一个,很小的一块,站在外耳道的前壁 如果这个东西站在工作的上方的时候 有时候要小心了,是会出现上工室单支流,有一种时间 咱们有小到大,一个块比较小,这个块要大一些 这种不一定有什么自觉症状 因为这种块呢,没有一样块,它完全的毒死 即便有时候完全毒死,好多人也察觉不到 只是偶尔会觉得有点发闷,发毒刺激,掏耳朵的时候 有时候东西进不去,也就是这个 好,前两粒啊,是这个干净利落脆的那种 小的顶顶块儿啊,最后一个呢,上一个比较坚硬的呢 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顶顶了,大家可以看出来 前面两个,不管是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顶顶块儿它就在外耳道里 那皮肤啊,外耳道的格啊,都是蛮好的,这个呢 一看就不多呀,非常的硬,顶顶勾 上去以后啊,就又,翘在了这个石头上一样 而它的外耳道呢,还并没有完全的被毒死 以前我说过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嗯,外耳道单指瘤啊 在国外的医生呢,就我们之前放的大部分的外耳道单指瘤 其实在国外的医生,认为那是一种叫叫化栓色的一种 这种叫化栓色,而国外医生说的这个外耳道单指瘤 就是现在这个视频上说的啊,因为我们国内分的不是很细啊 就是两个都混在一块儿呢 这个病例呢,要比前面那个叫化栓色还要少啊 叫化栓色每年我大概手里呢有几十个吧 像这种,这种呢,就是很局限的,在外耳道很局限的破坏 在英文里被称为化栓色的病例,非常熟 一年可能只能碰到几个,今年应该只是第一例 去年我回过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是,因为这个病在教育书上没怎么写过 是我有一次参见我们眼内的一些讲科学习班的时候,当时从国外请了那个英国的医生呢,他们在谈这个叫化栓色,他们分的很细啊 这种叫化栓色,当时就跟我们国内的说法不一样 而且我们当时国内很少有这个叫化栓色的这种称 当时讲科的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翻那个词 这个是从外耳道里敲出来的 这种啊,这种化栓色的单指流我现在就不说的那么复杂了 就是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化栓色的单指流吧 想到大家都有点懵懂 这种化栓色的单指流呢,是局限在化栓色的,一般来讲是第一弊 好像就去,在地壁又固执着这种破坏 它的化栓色的其他的空间大部分就不通了 这跟之前模仿的普通的化栓色的单指流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 其他的化栓色的单指流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钉钉钩都关了,在里头啊 这个化栓色的空间呢,上面有一多半是空的 但是很局限 你普通的那个单指流呢,它是在里边 像气球一样膨胀啊 这种单指流呢,就并没有那么大的体积啊 这一块真是三块都小的 它就趴在这个底下这个骨头里,往骨头里找 这个东西就是 我去年好像在做视频回顾的时候发现有两地是这样的 今年是,得一次碰的 应该是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也许可能之前视频没人翻过 哈哈哈哈 因为有的时候,视频内容比较多 我印象今年好像是不是应该没有这种事 这张钉钉,这个人很抗疼 他以前小的时候说,清理过一次 玩道理清理过一个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块 这种呢,也有这种白色的九华层 这种呢 这种也有白色的九华层 我去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献一篇棕树 我们也得调一下 就是分析这个 玩道大质流和 小花山色这两个疾病啊 过内来,最近这几年也有一双在提这个茬 但不度很少 大家二个一双好像不太重视这个玩道疾病啊 这构质真大 就像构的石头一样 不知道这种病例啊 他是 上学的时候好像是初中吧 弄过一次,然后好多年就被他弄 大概可能隔了有十几年 不知道间隔时间在场 会不会造成玩到完全 填充满的那种啊 现在你别看旋转这么大 实际上他在玩到也只是占了一小部分 玩到上半侧的空间完全是开的 好,这个基本上就完全的 敲出来了 真的像拔了一个 红酒瓶塞子一样 这个就是他 跟普通男人留个点类似的这种 脚发层 这个酸 这没有麻醉啊 这个就是在闷着 看着还不错 确实应该是有点疼 很差 比较浓深 分色不多 大概有 小五尺 大成年人的一件 但是 这个玩到地毕这种大坑 大家可以看到 我老干视频都知道 这个正常玩到是一个 相关性的 虽然说不是很直 上面的玩到基本上空呢 这空膜也非常好 上半侧 上半侧都是好的 就是这个下半侧出了问题 对于外道里边 不同的 情况啊 有很多种 这种需要终身的 复杀清理 当然我看国外文献上报道 有把这个 DB这个大坑啊 用电钻给它摸平 但我感觉 这坑也不是一个方法 没办法从彻底跟出 这方是DB成一个很难懂 感觉马上就快穿出去了 这个人张嘴的 对下额关节好像都有点影响 下方呢 要是再往前一点 有可能会影响到下额关节 然后今天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周四再见